西市珍宝重现江湖 民国旧案迷雾重重 一个家族千年的沉默守护 一桩阴谋万分的 毁决阴毒 瓷器 青铜 金石 字画 谋杀 社局 掌眼 造假 古董局中局 进险古董行当里的江湖险恶 与文化传承 我忽然想到 我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那四悔之语 莫非这四悔 指的就是与五脉的那些瓜葛吗 我问要来 要老爷子 我父亲跟五脉有什么关系啊 啊 你父亲许和平这个人啊 虽然没有许一成的魄力 人品倒也不错 直进退 他隐居京城啊 一直想断绝与五脉的关系 可是树欲敬而风不止啊 可惜啊 可惜 听完这番话 我沉默不语 心乱如麻 要来 呵呵一笑 小雪啊 我今天叫你过来 就是想告诉你 你们许家 其实一直都在五脉的事件之内 这次遇佛头回归 一定会触动某些人的 他们能害你许家一次 就能害第二次 你可要当心啊 凡事多多留心 不要冲倒了你父母的覆辙呀 五脉里的黑手到底是谁 至今不明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黑手的能量绝对不小 即使是在文革期间 他都有能力把许家搞得家破人亡 现在 这黑手仍然隐在暗处 伺机露出獠牙 要来老爷子 为玄子们所顾虑 颇为忌惮 很多话不好说 我也不好逼问 我真心实意的 向这位老人道谢 要来爷子 谢谢你 哎 五脉相连都是一家嘛 徐一成那一代我没有赶上 徐和平这一代我没有帮上 到了你这一代 我要是再袖手旁观 那岂不要被列祖列宗埋怨啊 我孙子之前有什么不礼貌的试探 你不要太在意 啊 哦 我看不见他 要不然上门挑衅 恐怕就是您暗中受益的吧 要来对我产生了兴趣 又不好公开露面 他就把要不然放出去斗口 摸清我的底细 这其中的关节不难推想 听我这么说 要来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刘局说你脑子聪明 反应快 果然如此啊 我的这个孙子要不然啊 心高气傲 但是他没有什么心机啊 一穿舵就跑过去了 不然啊 我跟你说 人情历练这方面 你还要多跟小许学啊 哎 我知道了 要不然在旁边答应着 脸上却一阵红一阵白的 冲我偷偷比了一下中指 从要件出来 我把移动电话扔到了要不然怀里 你拿着用吧 我回家好好歇息 有事打我店里的电话 要不然咧嘴乐了 行啊 有福同享嘛 这才是好哥们 他右手拿着大哥大 左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压低着声音问道 哎 那奄奄那边 你打算怎么着 从刚才要来的话来看 黄家是黑手的第一嫌疑人 而黄克武坚持让黄奄奄 一直跟着调查 动机相当刻意 所以要不然担心 接下来的调查会不会有变数 毕竟黄奄奄武艺高强啊 去了河南随便找个山边河口 我和要不然这一百多斤恐怕就能交代了 我一一的向要不然分析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如果黄家是幕后黑手 四毁章开斋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我下手了 还容我活到现在啊 他们一直到前几天才派人去偷 黄克武又还得那么痛快 这只能说明他们一时利欲熏心吧 要不然嘟囔着说 希望如此吧 哎 你放心啊 我们要就绝对支持你啊 就算要就不会 我要不然也绝不背叛朋友 行了吧你 你突然这么一本正经的说话 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我对要不然开着玩笑 要不然忽然收起了笑容 回头望着自家高耸的墙壁 叹了一口气 哎呀 其实哥们压根对慈忌就没兴趣 我原本想去学吉他玩摇滚来的 结果啊 生生被我们家里人给搅黄了 你甭看我们这些五脉子弟 人五人六的表面风光的很 其实是驴粪袋外头光 说到这 要不然竟然狠狠地砸了一下墙壁 仿佛要把心中的怨念 化为力量轰出来 可惜那堵墙窥然不动 倒是他的拳头磨破了皮 要不然把视线从高墙收了回来 他摸了手上的伤口 语气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重 哎呀 那些老家伙玩古董玩太多了 他自己都变成了一句句古董了 哥们我是似有心人 我的理想不是什么 五脉那一套臣服的东西 说实话 哥们最羡慕的还真就是你这样 自由自在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 表示理解 告别了要家 我回到了四会寨 屋子里一片漆黑 沈家的小伙计已经走了 还留下了当日的账本 我打开电灯 习惯性的一低头 又看见门缝里塞着什么东西 我俯身捡起来 不出所料 又是一张报纸的碎片 碎片的边缘 潦草的写着两个圆珠笔字 有诈 我去天津之前 就捡到过这样的纸条 那个神秘的主人似乎对我很关心啊 一遍遍的提醒我 他第一遍提醒我 见我没有反应 现在又提醒我第二次了 我把纸条展开 和上次一样 在报纸里 有一段广告被圈了起来 里面包含了一个地址 和上次一模一样 如果换了前两天 我肯定不予理睬 可是今天我听了要来的暗示 多了一个心眼 我本来以为许家与世无争 可是结果呢 爷爷的历史一片迷雾 父亲的历史又是一片迷雾 许家好像被魔术师 一点点的揭开了平凡的木帘 露出了隐藏许久的种种神秘 在这种真真假假的状态之下 有人提醒我有诈 这到底用意是什么呢 这实在难以让人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 贸然与之接触 恐怕不是个好主意 我决定暂时放一放 把地址墨记下来之后 把纸条点着 烧了 只会随风吹散 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要不然黄烟烟 约在了北京站集合 坐火车前往安亚 我到站台的时候 黄烟烟已经到了 他今天穿了一条牛仔裤 配了一件浅灰色的蝙蝠衫 胳膊上还跨了一个女士的皮包 时髦的很 屡屡引起旁边乘客的侧目 一见面 他主动给了我三千四百块钱 我一愣 想不起这钱是干嘛的 黄烟烟回答我 说这是买佛头的钱 我这才想起来 当初我和要不然赌斗的时候 被锐香风骗了一千七百块钱 据我估计 可能是黄烟烟把富贵的事传达给黄克武了 黄克武想这样告诉我 那些骗你的兔崽子 我替你收拾 想到这儿我毫不客气的把钱揣了起来 然后把青铜环拿了出来 递给了黄烟烟 你也当初给我这枚铜环 是为了弥补我的损失 现在这钱我拿着了 那么我与黄家的事一笔勾销 还你拿回去吧 没想到黄烟烟依然含着脸 你把她当做什么了 说完 她一伸手把我的手打开了 自己拎着包 走进了车厢 我自讨没趣 我就想不明白了 当初我拿走的时候 这个黄烟烟是怒目以对 现在我还给她 她还是怒目以对 什么意思啊 黄烟烟突然又转过身来 看着我 我黄家的东西 不会轻易给人的 也不会轻易讨还 记着 佛头归还之日 我自会去走 我感到很惊讶 不是因为黄烟烟她现在不要那个青铜环 而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她说这么长的句子 看来这个黄烟烟啊 慢慢的好像愿意跟我沟通了 这可是个好招头 我一回头 看到要不然拿着我的电话 在月台上还屋子絮絮叨叨的 跟她那个小女朋友说个没完 她这几天不是在天津 就是陪在爷爷的身边 现在又要去安养 少不得要抚慰一下女朋友 我过去拍了一下她的脑袋 催她赶快上车 要不然嘴里不停的说着甜言蜜语 手里伸出来两根指头 意思让我给她两分钟 我不由分说抢过了手机 行了 话筒前吻别了一下 安养 位于河南北部 地界河北山西 号称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啊 对于藏古界 尤其是摆弄金石的人来说 这个城市可以说是圣地啊 这里有大名鼎鼎的殷墟 出土过大量的甲骨文 还有商朝晚期的诸多宫殿遗址 和大量的青铜器 比如说那个名声赫赫的 斯姆雾大方岭 就是在这附近出土的 其他还有大量的古迹和古墓 遍布四周啊 这足以让任何一个考古学者 或者是古董贩子为之疯狂了 当然了 安阳还有一个为业内所熟知的特点 这里啊 还是全国知名的青铜器伪造基地 从春秋时代开始 这一代仿制青铜器的传统 就一直绵延不绝 已经形成了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了 在安阳附近的村子里 许多家族都是仿制世家呀 拥有无法想象的伪造工艺 即便是老专家 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最可怕的是 这些人绝不顾布自封 他们的伪造技术是与时俱进的 我就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件事 在八十年代初期 专家开发出了一种新的青铜器的鉴别方法 古人在用泥泛铸造比较复杂的青铜器的时候 会用一些细小的金属片连接在泛形之间用来固定 等到胶筑成功 泥泛被去掉之后 这些细小的金属片 有可能会被烧熔留在器物中 形成微小的空腔 通过X光对青铜器的扫描 垫片的痕迹 便会成为区分针焰的标准之一 结果这个研究成果公布没有几年 市面上的艳品青铜器就已经出现了不规则的金属垫片了 并且与真品没什么差别 而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那位郑国渠 据说就是来自青铜器艳品世家之一 这些资料大部分都出自于黄烟烟 自从许家被开革以后 黄家就把持了这一门生意 对全国的青铜器市场 以及一些造假的名人了如指掌 这个郑国渠就是个造假高手 经他出手的艳品青铜器少说有二十几件 很难被鉴定出来 并且据说这个人为人凶狠狡猾 身上好像还背着好几条人命 建古学会跟警方合作过好几次 却始终不能动摇其根本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这一次 那可以说是深入敌后 我们到了安阳下车以后 有人来接战 这也是黄家在当地的关系 我们找了一家旅馆安顿下来 我把黄烟烟和要不然叫在一起商量 接下来该怎么办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由我出面去找郑国渠 我跟这个人毫无瓜葛 不会引起敌意 而且我只是借那枚铜镜看看 又不是买 相信只要筹码开的慷慨 他不会拒绝的 但是这个办法却遭到了黄烟烟的反对 他说郑国渠这个人和一般玩古董的人不同 他对收藏鉴赏什么的毫无兴趣 衡量古董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 这样一个人 你求他看看那枚古镜 搞不好会引得他狮子大开口啊 即便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这份慷慨也会让他心生疑斗的 他也许会认为铜镜里藏着什么东西 万一许一城在铜镜里留着的信息 被郑国渠发现或者是破坏了 那一切不就都完蛋了吗 黄烟烟说的十分严重 可见建古学会对这个郑国渠 是有着深深的忌惮的 我拿了拿后脑勺 那 那咱们该怎么办 黄烟烟从提包里拿出了一件器物 这是一句青铜尊 流口十分宽大 流底有垂林纹 军形柱 腹部还有一株环龙纹 龙椅下坡屈纹衬抵 三足为刀状 这是典型的周代青铜纹饰特点 这个排列组合 暗示着龙平林而行于水 龙是靠鳞片在水中游动的意思 这绿油油的青铜器一拿出来 整个屋子里的气氛 陡然变得古朴幽密起来 黄烟烟依然淡淡的说 知道复新诀吗 我点了点头 那是1976年12月出土于陕西浮丰庄的一件国宝 号称是商周青铜绝之冠 黄烟烟拿着绝晃了晃 同一批出土的 我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这绝对是一件一级文物啊 按照规定 应该被收到博物馆登记造册 即便是黄家也不可能随便就拿出来了 再者说了 就算他们能随便拿出来 这尊青铜绝在市场上的价值 那也是极高的 用周代的青铜绝去换唐代的青铜镜 这岂不是更惹人生疑吗 我想到这儿 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我看不见的吧 你这是一件故意做旧的高仿品吧 黄烟烟把青铜绝放下 淡淡的一笑 算你不傻 我从他的手里接过了这个龙文绝 反复的解释着 我越看越心惊啊 这青铜绝绑制的相当精妙 无论是纹饰 绝制 褒浆 还是铜绣层次 都仿得天衣无缝 以我的水平看不出一点破绽 我抬眼看了看黄烟烟 她知道我什么意思 点了点头 允许我 我伸手去抠绝编 微微隆起的戈德绣 却抠不动 一般来说 只有绣石天然积累千年 才能有如此的硬度 那些用化学试剂制成的新秀 都不结实 一抠就掉 我还是不甘心 我拿起绝 翻过来 调过去的看 商周的青铜细 都是用内外多块泥饭 胶筑而成 饭与饭之间 不可能严肆合缝 总会有小小的缝隙 同之在胶筑的时候 侵入这些缝隙 就会在雾气的表面 形成飞茶 这些飞茶 又被称为饭痕 虽然不起眼 很容易被人忽略 但是在行家的眼里 却是分辨真伪的标志之一啊 我很快就失望地发现 在这尊的侧腰边缘 我摸到了内卷的飞茶 我甚至想用悬丝枕脉的办法 掂量它的重量 因为真正的青铜器 经过千年的秀石 重量会偏轻 但最后我还是鲨鱼而归啊 到最后 我一脸沮丧地 把青铜绝还给了黄燕燕 哎呀 我猜出学钱 认不出来 玩古董有一个规矩 叫做说心不说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 可以不说为什么 但你要说这件东西 是假的是新的 那你非要讲出个道理不可 你要讲不出道理 那就是胡搅蛮缠 我这次真的是大败啊 明知眼前是赝品 却完全找不出证据 我一个专业搞青铜器的白字门后人 却被黄自门仿制的 绝器给忽悠了 这件事 还真是有点伤自尊啊 我拍了拍大腿 正色说道 这个绝器做得不错 但是把话说在前面啊 我做人有原则 如果你是想拿赝品去换真品 这是骗人 我不赞同 黄燕燕冷笑了一声 假道学 我眉头一皱 正要跟他继续争辩 这时要不然眼珠一转 忽然拍手笑道 嗨 这又不是春晚 燕燕就别逗他了 你是打算去逗口吧 黄燕燕没吭声 算是认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黄燕燕拿着这尊青铜绝 去找郑国渠 显然就是打算单刀直入 砸场子挑事 我猜他之所以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恐怕是家族里的受益啊 郑国渠是仿制青铜器的大行家 黄家以前啊 恐怕也在他手里吃过亏 所以打算趁这次机会 出出这个郑国渠的丑 不过郑国渠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村子里 很少公开露面 好在他在安阳有一个门面 黄燕燕的计划是拿着这尊青铜绝连着几天去堵门斗口 斗到店里的人撑不住 那么郑国渠肯定就会现身的 这个人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大的自信啊 等他现身的时候 再想办法逼他用青铜镜为赌注 那就好办了 要不然对黄燕燕的这个计划大声的赞同啊 他是一个好热闹的性子 唯恐天下不乱 斗口这事正合他的胃口 可是我却没有立刻表态 说实话 黄燕燕这么做 我是有点不开心的 这次调查我应该算是主导者 而现在他未经商量 就抛出了这么一个青铜绝 而计划里又掺杂着为皇家出气的因素 很有一些先斩后奏抢夺主导权的意味 皇家咄咄逼人的风格 我又一次的另叫了 不过这个计划本身倒没有什么大的漏洞 如果强制放弃 也有点可惜 大局面前 个人的恩怨 就暂且搁置一边吧 我问黄燕燕 这个事儿恐怕得谨慎 你有十度的把握 这个郑国区看不出青铜绝的破绽吗 黄燕燕傲然一笑 不会 那如果他不肯拿青铜绝出来做赌注 或者干脆就不跟你斗呢 黄燕燕又是一声冷笑 那他就别混了 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好叮嘱到 这个事儿还真是挺悬的 咱们得好好把握 小心无大错 至于黄燕燕和要不然听进去 还是没听进去 我就不知道了 到了晚上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一点也睡不着啊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爷爷的事情 父亲的事情 我自己的事情 还有佛头的事情 千头万绪啊 化成了一大团苍蝇 在我的脑子里 嗡嗡直响啊 吕不清也赶不走 我实在是烦闷 劈起衣服 站起身 在屋子里转悠 想找点事情 让自己分分心 就这么转着转着 还真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三个 便前往位于圆林的安阳古玩市场 圆林是圆世凯的木林所在 这位老先生死在北平 怡陵到了安阳 虽然圆世凯生前没做什么好事吧 但是他的身后 总算是留下了这片林子 安阳附近的古玩贩子 都聚集在圆林景区门口的神道至赵壁之间 地摊和固定店铺都有 繁华的程度比起潘家园来并不逊色 根据情报 郑国渠开的那家店铺 叫做环朝古玩 这个名字取了环和与朝歌中的各一个字 铺子里东西很杂 从青铜面具到民国的鼻烟壶 从汉八刀到全国粮票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人进人出 生意倒是很兴隆 黄烟烟悄悄告诉我们 这个铺子只是一个伪装啊 真正的生意都在后头 非得有熟人带进去不可 郑家从来不在这里公开卖青铜器 都是接洽好人了以后 带着到村子里看货 看准货以后 从另外一条路运出去 郑国渠的精明之处就在于 他从不说自己卖的是真货 他卖的只是仿骨工艺品 至于买主卖了纺织品以后 怎么去骗别人 那就跟他没关系了 所以这么多年 建古学会和警察们明知他在造为 却也无计可施了 我们三个走进了店里 静止朝礼物里走去 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 赶紧伸手拦住了 哎呀 三位 想看看杀吴家 要不然一马当仙 大声的说道 我们有一件货 想看看你们说不说 说完话 他指着指黄烟烟 黄烟烟的无名指 在一尊玉劈修的头顶 点了三点 那个中年男子一看这个首饰 嘴角抽了一下 笑着说 不知道是傻闷来了万一 要不然一指招牌 来环巢股安 当然是要出尊氯气啊 各地古董市场的切口啊 不是很相同 安阳这一带 管青铜器叫做氯气 取其千年绿秀之意吧 中年男子一听是氯气 表情赏过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得意 啊 呆在神上了没有啊 要不然往旁边一指 不是我 是他 黄烟烟服了服墨镜 不动声色 显得高深莫测 他自从进了这个门 就一直表现出了高高在上的傲气 这其中一半是演技 而另外一半恐怕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 做古董买卖 七分看宝 三分看人 月人的老江湖一扫过去 就能猜出这个人可靠不可靠 手里的东西是真是假 像富贵这种人 没有玩古玩的根基 都能在沈阳道替人拉签 也是靠着他一双看人的毒眼 这中年男子一看黄烟烟这气质打扮 直到是来了厉害的角色 不敢怠慢 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 诸位辛苦啊 我姓郑 我叫郑仲 郑仲 欺视了郑仲 几位到里边先喝口茶吧 要不然很干脆的拒绝了他的邀请 哎 喝什么茶 咱们就在这斗吧 啊 斗口嘛 大厅广众啊 斗口还真的是要在大厅广众的 让所有人都看到 才能达到公开羞辱对方的目的 要是进了屋里门一关 就算您斗赢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郑仲一计不成 又是一计 哎呀 我这是个砍点的 也不能左足啊 要不当老板会来咋样 要不然嗓门又提高了一点 那您就是不敢接了 这声音很大 整个屋子里的其他顾客 立马转过头来朝这边看 有眼尖的看到了 一个美貌的大姑娘的无名指 按在了披修的脑袋上 立刻招呼左右 哎哎哎 看看看看 哎 有人来斗口了啊 真的 有人斗口了 快快快快快 中国人最好看热闹 这个消息一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店铺 甚至连外头的人也都纷纷凑了过来 郑仲的脸色有些僵硬 这么多人看着 没法推脱了 只好咬了咬牙 哎呀 钟啊 拿出来和我看看吧 哎 这猜透是啥呀 要不然还没开口 黄烟烟轻轻的摘下了墨镜 一撩长发 淡淡的说道 彩头嘛 就是我 围观的人轰的一声全炸了 黄烟烟声得很漂亮 长期的习武又让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胸前曲线高耸 双腿笔直修长 她要当彩头 这话一出口 立刻引来了无数色眯眯的目光 不少人看着黄烟烟的身材直咽口水 心里盘算着 要真把这漂亮姑娘迎回来 那得有多大的艳福啊 但是我和要不然就傻了 我们都知道这黄姑娘胆大妄为 但是鲁莽到这种程度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就算您对那青铜爵有着十足的自信 那您压点钱或者拿一个其他股丸什么的也就够了 怎么把自个儿给压上去了 您还当真是旧社会啊 还可以当场做人口买卖啊 我们俩同时压低的声音 爷爷 你干什么呀 别闹 黄烟烟没搭理我们 面无表情的看着郑重 听明白了吗 我 够不够 郑重没有被美色冲昏了头 她早就听明白了黄烟烟的意思 这赌注不是她的肉体 而是这个女孩子的一条命啊 彩头越大 代价越大 这个漂亮女孩 居然竟以自己的性命为赌注 可见这些人对这间铺子的图谋极大 能够抵偿这种赌注的 不是西市珍宝那就是环巢古丸这块招牌 或者是郑重有心不解 可这声势已经造出去了 想要退缩 那已经不可能了 我终于明白了 黄烟烟为什么会如此笃定郑国渠一定会出现 那是因为她拿她的命为斗口的彩头啊 并且还是一个美女啊 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传出去 恐怕整个安阳的藏骨界都会被震惊的 黄烟烟这不是以青铜绝为诱饵 她是以自己为耳啊 我忽然想起之前要不然在自家楼前的感叹 不免多看了黄烟烟一眼 这次的选择 真的是黄烟烟自己做的吗 还是说 又是家族意志的体现呢 想当初黄老爷子一声令下 黄烟烟可以毫不犹豫的舍弃自己最心爱的青铜挂饰 那么这次 为了她家族的利益 把自己置于险地 也不是没可能的 此时周围已经有人开始起哄了 很多人意气有节奏的喊着 接招 接招 还有人唱起了民间小调 里面的歌词低俗不堪 逗起了阵阵的笑声 郑重退无可退 终于拱了拱手 既然这么看得气的 那安着个店就结了 你两包吧 话音一落 店铺里的声音顺势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屏住了气息 等着看这个美女出手亮宝 黄烟烟不慌不忙的 从袋子里拿出了那尊龙文绝 缓缓地搁在了桌子上 您过过眼吧 这绝一出啊 屋里的气氛立刻变得大不一样 在古董市场混迹的人 多少都有点眼光 一看这觉醒 就知道气度不凡 郑重默默地把青铜爵捧起来 左右端详 又伸手去抠那铜袖 然后又低声吩咐旁边的一个小伙计 让他去礼屋 拿来了一套工具 很快 小伙计拿来了几件工具 刚制的 样子很奇特 很像是江南吃大闸蟹用的蟹八角 有些工具我知道 比如那个像是大号牙签的尖头签 是用来替气物的缝隙的 气物缝隙里的锈剂不易作为 甲锈轻浮 若能刮下来 那就说明是厌品 但是还有一些工具 我完全不明白他的用途 这次也算是开了眼界了 只见这个郑重 又是刮又是纹又是抠 还拿起刷子 沾着热碱水 来回刷了好几遍 可是一会儿 他的额头就冒出了汗水 看得出来 这个郑重与我的鉴定水平差不多 已经前驴机穷了 要知道 这斗口不是斗真假 而是斗你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假的 明知这青铜绝世艳品 可您就是看不出破绽 这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要是接不下来 那您这环巢古丸的牌子可就彻底砸了 眼看他用尽了各种手段 仍然没有定论 周围的看客开始兴奋起来 环巢古丸在安阳 那也是赫赫有名的铺子 并且形势很霸道 眼看着这回要吃别 以前吃过亏的人 还都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思 要不然的嘴本来就欠 这会儿更是不闲着 我说啊 您要是没金刚钻 就别懒这磁器活啊 我们在北京 四九城多少老专家 都恨不得修成正果了 排着队过来鉴定 都没说出个步子 美国的科技牛不牛啊 月亮都登上去了 到北京这会儿机器一开 怎么也查不出来 临走还翘着大马哥 来了一句OK 在这内外加工之下 郑重终于抬起头来 一言不发 转身走进了礼物 过不多时 他拖出了一件 宋代红艳银制的香囊 看着黄艳艳 您拿住这个 咱缝一填了盘 重不重 围观的人群 发出了起哄声 封盘 原来是围棋的术语 指的是双方比赛中断 棋盘被封 中途休息以后再战 后来转移到了藏骨界 是指在斗口的时候 被斗的一方要是见不出来 又不甘心认输 就会提出封盘 缓上一段时间 他可以趁这段时间去找外援 但是封不能白封 必须要拿出一件东西补偿给对方 补偿多少 得看斗口的器物鉴定的难度有多高 和彩头有多大 像这个青铜绝的斗口难度 郑重只拿出一个宋代的银香囊来封盘 已经是很低了 可黄奄奄二话没说 看也不看 把香囊直接扔到了我的手里 然后把青铜绝拿回来 在一大群人的灼灼的目光下 离开了 回到旅馆以后 我关上门 沉着脸 燕盘 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啊 黄奄奄不回答 低头抱着龙闻爵 缓缓地抚摸着 我确实有点生气 燕盘 你拿自己做赌注什么意思啊 咱们此情的目的 是接触郑国渠 是想办法拿到那枚铜镜 又不是砸他的招牌 你把自个儿压上去 你要干嘛呀 这不等于把我们 跟那个没有露面的郑国渠 推上了完全对抗的道路吗 听我这么说 黄奄奄终于抬起了头 依然淡淡地说道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跟你没关系 什么叫没关系啊 你太鲁莽了 我是真的恼了 黄奄奄 你这样不光会搅乱整个计划 也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 看我真的急了 要不然连忙跑过来打圆场 他把我们两个拉开 我说两位 这床头吵架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是抬头不见 低头 不是 低头不见 抬头见 对不对 您就别吵了 二位 其实这样也挺好 是吧 今天封盘 用的是送银囊 明天封盘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能拿出青铜镜了 就算他不拿 咱可以提啊 让他用唐代的铜镜来封盘 这不就结了吗 我转念一想 也对 封盘的代价是很高的 多次封盘 价码会逐级提升 如果用这个手段拿到铜镜 也许会是一个 感谢收听 热播健保小说 古董局中局 第一部 敬请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